余震發生的瞬間 民眾全都嚇傻 還有落石不斷掉落 從遠處看還是看得相當清楚 三號發生大地震之後 余震不間斷 不過六號上午十點 中橫公路 天翔往西至武嶺的方向 已經可以通行 受困天翔的民眾 總算可以回家 而警方在管制路段 先登記民眾的資料 確認身分 還提醒他們記得跟家人報平安 因為這場地震可讓大家心有餘悸 這場規模七點二的大地震 讓外國人也嚇了好大一跳 另外從民眾提供的照片還有影片 都可以看到一路上有許多巨大落石 就有人說因為太害怕了 只敢慢慢開 只希望能趕緊回家跟家人團聚